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4月2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王播报 我是Jennifer 4月20日周一 国际油价崩盘式下挫 美油5月原油 期货报卸值负数 收报每桶负37.6美元 为史上首件 周一盘中 纽约西德州原油WTI 5月交割期货一度跌至 每桶负40美元 跌幅超过318% 该期货合约周二到期 收报每桶负37.63美元 显示目前的大流行 及其应对隔离措施 以重创源源需求 富有价时代来临 这意味着卖家每桶 还要倒贴37块美金 才能让买家从你手中买走石油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分析指出 主要是全球原油库存空间 濒临爆满 在部分原油运输困难的地区 原油生产商必须支付 原油买家一笔钱 才能让买家将多余的原油带走 如此一来 原油交易价格暴跌 就不难理解了 当跌至零以下时 富油价就出现了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 原油生产过剩 对原油库存空间 及原油管线造成压力 高盛期货研究部门主管 柯瑞表示 在部分无法使用油轮作为海上库存空间的地区 原油生产商被迫采取极端手段以摆脱库存压力 包括付钱让原油买家将油带走 这将像是高速公路 当路上有太多汽车时就会出现阻塞 不过说到富油价 加拿大其实出现的比美国还要早 当纽约西德州原油WTI还在10美元左右的时候 加拿大石油重地阿尔波塔省省长康尼就发推警告 加拿大以油沙矿石为主的石油标杆价格已经跌到负值 加拿大率先进入富油价时代 当时网上还一片惊呼 市场人士称加拿大这下要贴琴送油了 没想到美油过了一会儿居然跌得更惨 富油价出现之后 川普喊话美国要抄底 他在最新讲话中称 美国将贴补战略石油储备 将储备高达7500万桶石油 川普称油价下跌是非常短的时期 富油价反映了金融方面的问题 并非原油局势 此外在减产方面 产油商需要采取更多措施 川普表示现在是购买原油的大好时机 正在研究将最多7500万桶石油纳入战略石油储备 我们希望国会能支持 另外他还说将考虑有关停止进口沙特石油的意见 另外 加拿大阿尔波塔省正寻求150到300亿加元的联邦信用支持 以应对国际油价暴跌问题 该省省长康尼称 阿尔波塔省正与美国德克萨斯州最高能源监管机构铁钢委员会 美国能源部讨论减产一事 预计基于市场的减产量将达40万桶每日 不过原油市场的这场风暴 会不会像川普认为的那样乐观 会不会很快告一段落 恐怕并没有 分析师普遍认为 WTI原油6月合约也可能复制5月合约的命运 也就是说 6月原油期货也可能跌破0美元 说不定我们到时又要见证历史了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48小时内 BC省新增52例确诊 其中7例与阿尔波塔省的油沙工作场地相关 全省累计确诊人数达到1699人 同时BC省又新增5例去世病例 累计去世人数达到86人 全省已有1039例完全恢复 目前在医院治疗的有104人 其中49人在ICU 这两个数字都在保持进一步下降 在此次大流行的防控中 相对于东部安省和魁省 BC省的数据一直让人较为安心 率先掉头压平了增长曲线 且平缓的趋势已经维持有一段时间 医疗系统的压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是一直以来 一些民众对于BC省的批评集中在测试门槛过高 认为数据不足以体现真实的情况 其他这个情况在各省甚至世界范围内均普遍存在 毕竟测试能力都受限 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测试策略 BC省早前坚持重点检测的防控策略 检测力量主要集中针对医护人员 长期护理设施住客与员工 正接受病情调查或住院人士等 对出现轻微症状或没有症状者都不予检测 随着省内危机状态的进一步缓解 尤其是医疗资源承受压力的放松 BC省开始调整原有策略 进一步扩大检测范围 按照新的检测标准 目前BC省任何出现症状者 虽然可能只是普通感冒症状 均可进行检测 温哥华延安卫生局首席卫生官代理 于上周五晚一场网上会议透露 有关新的检测指引是在上星期做出修改 并已向医生传达 省首席卫生官海瑞医生 在发布会中也确认了这一新的检测策略 这意味着检测将对所有出现症状者开放 对于出现呼吸道疾病症状 或担心自己感染的人 医护人员都可为其进行检测 市民也可通过811医疗专线要求接受检测 大力说我们希望能够增加检测工作 确保每一个出现症状的患者都能获得测试机会 不过省政府并不建议没有症状的人接受检测 原因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检测结果未必准确 从目前数据来看 80%的感染者症状都属轻症 在家就可以实现自我康复 对于已经康复的人 是否可以取消社交距离的禁令 大力表示目前BC省正在审核一款血液测试程序 可检测人体内是否具有足够抗体 对新冠产生免疫 不过即使如此 目前还没有证确表明 这个免疫是终身存在的 大力说我们每天都从这些研究中 学习新的经验 新的抗体测试结果 也会帮助我们为大家提供更多指引 BC省在4月15日将紧急状态延长到月底 实施紧急状态期间 省政府拥有限制旅行 控制基本物资的价格等特殊权利 曙光就在前面 让我们一起坚持再矜持 以上就是今天港文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